国会职权搜法复议案 在今天上午立法院进行表决大战 国民党跟民众党联手以62比51票 否决行政院的复议案 其中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参加了投票 遭到了民进党批评意识不中立 其他立法委员郑立文就认为说 民进党在国会早就没有多数其策了 事实上他们也早就预料到复议案 不可能会通过的 所以现在很明显就是 恼羞承诺要找个人当出气包 才会随便找了韩国瑜来乱骂一通 人家当然也是一席立法委员 他为什么不能投票 他当然可以投票 完全没有违反任何的民主运作 跟任何的议事规则 那你民进党是今天才知道 你复议不会过吗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就是建设当心去 你就要找一个出气包 要找一个受气包 就随便抓了韩国瑜 就乱骂一通乱骂一顿 我觉得这个民主素质 已经低落到一个 我都不 就是可不可以不要承认 他跟我们一样是台湾人 我觉得真的是 怎么会失智 这个反制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呢 其实赖清德他要怨谁呢 对不对 你今天你不知道 你是个少数总统 你不知道你是国会多数吗 他就是不愿意接受 这个政治现实 他不能够忍受 他自己作为一个少数的总统 所以呢 他就建设当心去 他就杠 他就要用他少数的民意 来霸凌多数的民意 然后搬出来的就是胡搅蛮缠 乱七八糟不成理的理 明明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你硬要杠 然后你今天要提复议 你的复议也没有任何的道理 你在国会是少数 你也知道复议一定会输嘛 对不对 那你就想说还在幻想 有没有 幻想说 我如果场外有十万青鸟的话 我就赢了 你怎么会认为 你今天反改革 反民主 年轻人还会出来挺你呢 你今天总统选到 只有四成的选票 你的国会选输了 民进党有检讨吗 你讲不愿意面对现实 也不愿意检讨 还在继续歌功颂德啊 说蔡英文八年 做得多好多成功 如果今天蔡英文 做得这么好 如果今天蔡英文 做得这么成功 你为什么选输了呢 其实呢 来关心到的是 因为现在呢 包含的是今天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 王毅川呢 也出现在立法院 面对之前 他的监控说 面对媒体追问说 是不是呢 到底是从哪边 去取得这个资讯 还有呢 他到现场 是不是要用膝盖 来辨别懒因 王毅川安全诚是尴尬笑 而且呢 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又有许小新就认为说 这个就有点像 此地无银三百两 如果十方电讯没有提供 他 大家可以否认啊 现在王毅川呢 好像是默认了一样 表示说这一次 青鸟人流明嫌变少 也有可能是因为监控的事情 似乎是不符合 他们的理念 问一下今天那个蓝宁的行动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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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怎么看 问我们长官 執行长 那个是四方电讯 提供给你资料的吗 有没有这件事 你当天党务主管会议 是听到四方电讯的资料 詹赫顺有没有提这个资料 因为好像四方电讯 如果真的不是他们 你要帮他反驳一下 不然他们好像 一直在背这个黑锅 那薛晓鑫说您是王羲之 您自己怎么看 您觉得这个是 他在无理取闹还是名符起始 就您还会用膝盖去辨别 小草跟青鸟吗 这次是来跟民进党团 这边加油的吗 立行党团会议 对 还有里面有他们 讲的是什么 这个是 问党团的总召 他们会说明 他们等一下会跟青鸟 是有点子弟无银三百两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他大可以告诉你说 不是没有这件事 但他就是死都不愿意回应 这跟民进党的态度很像 不愿意直求回应 不愿意直接对决 而是说 难道是徐晓鑫在监控我们吗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已经有点默认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 是需要继续办下去的 那等到这个总统公布 这个我们的立法院职权行事法之后 在调查权跟听证权的部分 我觉得就可以开始针对政党或政府 是否有监控人民这个案子 那有机会组成调查小组开庭政会 那我们希望知道答案 因为如果政府或是政党 有透过一些大家的各自去监控人民的话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也是我觉得国家级的丑闻 对所以很多人都 像你看为什么现在青鸟都没来了 人都变那么少 就是因为他们是你第一批监控的对象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内斗 但是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就是觉得说这个监控的事情 也不太符合他们的理念 赖金德总统上任满月 他就宣布了要来成立 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 来延览合硕董事长 佟子贤担任副交集人 因为佟子贤多次的公开表态 说台湾应该要借助核能 外界就很关心 赖政府的核能政策 是不是会因此发生改变呢 经济部长郭智慧就强调 现在外面讨论命题蛮多的 经济部都会参考 不过就经济部的立场 目前不会有其他多余的动作 这个是一个讨论的命题 那总统大概是希望 能够多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那我们现在经济部应该是 不会有什么其他的 这个多余的动作 所以在这个会议当中 就是可能还是会 把核能这件事情讨论进去 我不太清楚 我不是这个会议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 麦苗这一个店 它是属于这个民间的电厂 跟台电之间是有契约 就是它有供电数量的契约 那虽然这个 因为过去这个COVID-19的时候 大概它这个契约没有发布 所以现在它依它的契约要求 给它这个研绎 让它把这个契约走了 这样 具体的部分我是没有那么清楚的 不过我们想 我们都必须要依法行事 那个法的框架之内 所规范的事情 就是经济部应该要做的事情 政府对于核能是永和反核 这个部分的话 您可以跟我们分享 经济部必须要依现有的法令规范 来行事 那这个未来的这个怎么样的做法 那外面谈论的命题蛮多的 那我们都参考 那先进的科技我们也都参考 那参考 这个社会大家有一致的这个看法的时候 那么有一些新的决定以后 我们会按照这个大家的决定来行事 今天的国会改革表决 最终是确定复议失败了 在场外的庆鸟行动现场 公民团体喊着不灰心 要来持续监督国会 守住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 今天早上的复议案 结果被国民党民众党 联手在立法院否决 不过我们并不灰心 因为今天只是行动的开始 接下来我们还会攜手 我们现场所有的公民朋友 以及在看直播的朋友 以及所有的公民团体 持续的来监督国会 继续监督在立法院里面 这些立法委员的一举一动 如果立法院里面的国民党 民众党立法委员 踩到了这条红线 持续强行推动这七大法案 公民团体必将有所行动 绝对不会退缩 我们一定会坚守 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 确保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会继续为台湾民主而奋斗 确保台湾的民主制度 不会因为一时的政治利益 被国民党民众党的立法委员牺牲 持续的走入基层 走到第一线 跟你身边的朋友们 去告诉这次国会男子感觉法案 通过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希望大家继续交流 那么下一步呢 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说了 会来申请示线 前立法委员陈婉慧就认为说 从卓院长这几天 在立法院被选的内容看起来 很明显他是根本就不了解 国会改革的程序 还有详细内容 在面对在野党立委 质询的时候 态度也是吊铃铛 而且呢是不断的插嘴 反质询态度非常糟糕 在院长还没有投票之前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当时的画面 民进党的立委 都在那边拍照 对对对 很开心哦 很嗨哦 你搞清楚耶 你们支持者在外面 晒太阳烤小鸟 你在里面很欢乐的吹冷气 我觉得在这两天的 这个复议案的相关的质询里面 我非常仔细的看了 我真心觉得 卓荣泰根本是用 非常开玩笑的态度 在面对这次的复议案 他在面对国民党跟民众党 总召的质询的时候 用的态度就是 非常吊铃铛 我觉得我有提出来啊 然后但他有个策略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两个总召在回应的时候 在质询的时候 他就是不断的干扰 不断的干扰 讲话非常的大声 一直插嘴 然后让两位总召 要问的内容 完全没有办法 很清楚的一个 得被民众听到这样 那到吴思耀的时候呢 他整个态度就变了 变得非常温馴 再讲到 巧心问的啦 他是问他说 为什么七条 原因变成六条 那更荒谬啦 对不对 他在讲 他说他写的脸书是 抒发心情 一个国家的行政院长 讲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那他是对待立法委员 跟对待民众的 完全用不同的方式 而且我们的立法委员 是民意代表 他是代议士 他就带着很多的民意 来问你问题 然后你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可以看出卓隆泰 根本没有用心去理解 整个国会改革过程当中 到底在审什么内容 整个程序是什么 然后你还敢提出 所谓的程序不正义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放送款 百搭荣耀款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天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 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一起来快点够 线上欢庆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